佛法通勤大力 啥道淫望酒 五戒 酒的开源最多 五戒这叫根本戒 前面四种是性罪 不受戒犯了也有罪 受戒犯了是双重罪 酒呢是叫遮罪 酒本身没有罪 喝酒本身没有罪 为什么佛把它列入中间 因为酒罪之后乱信 你造杀道淫望 那个罪就中了 你头脑清醒的时候 你这个贱能持得住 不会犯 不会破戒 可是酒罪昏迷 非常容易造这个事情 所以 就是防止你犯罪的 所以它的开源就很多了 都要讲清楚 我们出修佛的时候 不晓得这些道理 那个时候 常常到寺庙 去抄金 跟寺庙这些活上们都 熟了 他们看到我们去抄金 非常欢喜 也很爱抄 就帮助很多 那寺庙有事情的时候 我们去做义工 做义工 有的时候时间很长 要留我们在一起吃饭 我就看到老和尚 每一餐饭 老和尚前面有一杯酒 我们也不敢问 感到很奇怪 无限 都上到云光 为什么老和尚 每一餐饭 前面都有一杯酒 以后 我跟李老师 学金教 这个疑问 好多年不能解决 我就向李老师说明 这怎么回事 老师告诉我 他这是开戒 不是破戒 为什么 年岁大了 体力衰了 血液循环 缓慢 就能够帮助他 血液循环 这是医药用 一般就是70岁以上的 可以 才知道 有这么回事 而且 他有节制 你看 老和尚后的说 小杯的 一杯 一杯不会喝醉 不会乱性 所以他有节制 另外 老师就告诉我 你想这个 五心 酒 作为 作料用 这个不反净 所以你要懂得 佛之界 是什么原因 五婚 婚不是肉食 婚是草子头 所以五婚菜 不食不食 不食肉食 肉叫心 叫婚心 那五婚菜呢 是韭菜 葱 大蒜 焦头是小蒜 加上一个洋葱 那个时候 中国没有洋葱 无婚菜 中国只有四种 现在 这个外国 进口来的素材 很多 洋葱 属于 但是这个东西 生吃 会引起 干活 干活 发脾气 会引发你 烦躁 发脾气 熟齿 这个东西 产生 荷尔蒙 引起 性 冲动 所以 佛把它解除 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呢 吃 如果量很少 它不起作用 一定要量 有那么大的量 就会起作用 你想吃大蒜 山东人喜欢 山东人吃大蒜 想吃花生米 吃的很多 我们嫌吗 不行 我们一个 生的蒜瓣 就辣得够瘦了 舌头都发麻了 这个没办法 给你吃 你也不敢吃 但是熟的 没有问题 熟的舌头 不会发麻 所以 那个量 就受限制 开云里头 是很多 但是量 一定要就知道 所以 蔬菜里头 用来做做料 这个没法解 你一定要懂啊 你不懂得说 怎么 这老师都破解了 李老师 他的饭材里头 就有葱酸了 就有这些东西 有一个巨师 也是做义工的 山东人 看到老师 老师破解了 所以 说清楚 说明白 他就懂得 这个 作为作料 香料作料 他量少 他不去做 所以可以用 但是寺庙里头 不能用 为什么 怕人家说些话 不是不能用 有些人 他不懂 这和尚怎么 怎么破解 怎么犯摘 所以有 记忆 有嫌疑 必嫌疑 非是在 不得已的时候 不轻易 开机 所以在 居士们 在家庭里面 知道这些东西 可以做做料的 酒也可以做料酒 他不会喝醉的 不能不懂 懂得之后 居士们 素食 素食里头 这个调味 他有味道 他就欢喜吃了 如果这些 作料统统没有 他不愿意吃 所以对于在家 素食的时候 要大开 方便 之门 希望他们不杀神 断 肉食 素食里头 这些调料 只要不过分 许可 不会引起副作用 这就对了 请不吝点赞 许可 请不吝点赞 许可